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口罩 由于最近我兼职做送餐员 所以觉得有必要买一个好的口罩 防护一下 这个口罩的牌子叫O2Canada 是一个加拿大本土的一个品牌 它是号称 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口罩的浪费 因为它有一个口罩的过滤芯片 所以把芯片插入口罩里面 就可以多次使用 我们现在打开吧 当初之所以去买它 是因为看到它一个广告 它是经过沃特鲁大学做一个测试 说这个的防护等级 是可以媲美于N95的 但是戴的又没有N95那么紧 戴过N95口罩的人也就知道 N95戴的非常的不透气 打开看一下 它还给你配一个袋子 它自带也有一个过滤网 就这样小小的一个 看看就挺小巧的 先把它消毒一下吧 它这用完以后也很方便 用这种消毒精外面削一下 里面再擦一下 它这个袋子现在它配用的是带耳朵的 耳朵上它这个有一个软胶 所以应该不会太难受 有些人不喜欢戴在耳朵上 我还买了一个这种的 这种是直接两根线挂在头上的 一会我试一下 它这个好像还是挺好的材质的 但这个我看那个视频 它说要绑在这上面 不是太好操作 今天就不演示了 今天主要看一下这个口罩戴下怎么样 我另外买了几包过滤芯片 它这个过滤芯片说 一片可以用两周左右 所以还是挺耐用的 先撕一个 过滤网就这样薄薄的一个 它是可以这样拆开的 拆开以后 它这里是有一个出气口的 所以你到时候戴在脸上的时候 气是会从这里排出这两个出气口 所以会比较透气 这个怎么固定 应该是放在这里吧 就这样贴合在这里面 然后盖上去吧 然后它扣好就想了一下 看就好了 然后它贴嘴的部分 都是有这种很柔软的 类似于硅胶材质吧 有点像呼吸机的那种硅胶材质 带肠应该比较舒服吧 试一下 试一下 这样子会不会很奇怪 这样子我感觉走路出去 别人看了是不是有点奇怪 但是透气性比较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把气呼出去的时候 它有气出来 而且这边都非常紧密 非常紧密 小小的这样一个 这个就是另一种的bib 我还是觉得耳朵的bib比较舒服 先这样子bib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品牌 O2 Canada 在接下来的送餐的这个阶段里面 我都会用上这个口罩 再过一段时间给大家更新一下 这个口罩的戴的这个舒适感 跟其他的这个实用性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拜拜